大家好,我是小童 小黄鱼很好吃 味道清香,口感嫩滑 就是鱼刺有些麻烦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炸净肉小黄鱼 花些功夫把鱼刺去掉 净鱼肉吃起来很过瘾 鱼骨更是香气十足 关键是给宝宝吃的放心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和订阅吧 好了,我们开始吧 先把小黄鱼画冻,冲洗干净 然后把小黄鱼开片 再去掉肚子上的软刺 小黄鱼除了中骨 只有肚子上有一排软刺 这样整个鱼片就没有刺了 给宝宝吃起来也放心 开片的时候 小心用刀沿着鱼的中骨平切 要慢一些 小心不要伤到手哟 鱼头内脏去掉 中骨留下来干扎 不光酥脆,香气还很浓郁 你一定会喜欢 整理好的鱼片 用盐,料酒,葱,姜,腌一下去腥 准备一些面粉加入椒盐 把鱼片少蘸些面粉 也可以把两片鱼片粘在一起炸 就像炸油条一样 表面酥脆,中间软嫩 而且不容易变形 油锅热了就可以炸鱼片了 表面变成焦黄色 感觉变硬了就可以了 鱼骨很薄 炸到变色就OK了 炸好的小黄鱼 再撒上些椒盐 酥脆焦香 是美味的下酒小菜 吃起来呀很是方便 一大盘都不够吃呢 喜欢的朋友 赶快试一下吧 下期再见咯